内阁班地前天出炉 包括首相安华兼任财长 阿莫扎西回锅当副首相 以及行动党议员入格人数 僧多周少等等决定 让部分西蒙支持者既费解又失望 政治学者黄敬发就预测 火箭可能将在即将公布的副部长名单 得到一定的补偿 但是当官人数依旧不平衡 城市选民可能因此在明年周选 拒绝出门投票惩罚西蒙 他还劝戒西蒙不要介入巫统明年的党选 因为这形同再给国盟送免费子弹 攻击西蒙挺贪官 干预司法最终得不偿失 正所谓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各造对于新内阁名单各有部门 双卫大学政治学者黄敬发 今天透过脸书贴文 针对国内政局和团结政府的前景 发表看法 他说 首先拉多斯里安华不可能组织梦幻团队 因为这次组阁需要在党派 州属 族群和两性代表之间斡旋 即便部长人选有争议 但名单大致上还能给人民信心 他希望选民给予安华机会 不过 眼看协助西蒙迎下40席的行动党只有区区4人升官 支持者怨气满腹 批评火箭代表性不足 黄敬发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表示 这是火箭长期受到马来政党以行动党支配论攻击所产生的影响 但他预测 行动党还会有代表出任副部长 但人数不多 这个情况可能导致支持者在明年六周选举拒绝出门投票 教训西蒙 雪州和森州部分选区或有危险 如果下一次投票率降低 在州选当中 尤其是西蒙主政的雪兰和森美兰 乃至于槟城 就可能会有所散失 因为马来中间选民如果对西蒙政府不满的话 他们可能还是会很高的投票率 但是会多给国民 如果西蒙这边的行动党的基本盘不出来投票 那么在一些关键的边缘选区就会有所散失 西蒙支持者的另一个批评 是让官司产生的阿莫扎西出任副首相 黄敬发分析 领军国阵吞下败仗的这名巫统主席 宝座已经摇摇欲坠 他的去留明年上演的党选自有分晓 安华除了必须置身事外保持中立 也应该在副部长完整名单出炉之后 与所有盟党签订联合政府协议 白纸黑字证明支持安华的是政党 而非个别领袖以巩固联合政府 针对国盟伊党在选后不依不挠 频频控诉伊斯兰和穆斯林遭受打压 黄敬发解析 这是月亮政党产品区别化的主论调 因为不需要组政府 所以不需要妥协 伊党日后还会继续见缝插针 将新政府治国犯的错 扭曲成族群宗教课题 想要消弭种族政治 就必须让在野党忙起来 黄敬发就建议首相 邀请国盟组织一个影子内阁 让影子部长监督28名政府部长 官方在野党就是最大的在野党 可以就每一个部长的职务委任一位被承认的影子部长 所以你有国防部长他就有影子国防部长 你有教育部长他就有影子教育部长 目的是要让这些部长去专注在政治上与政府竞争 成立影子内阁的四大好处包括 让在野党议员就事论事谈政治 摒弃极端论述 同时让朝野部长相互对照 避免双方或选民要求履行不切实际的政策 国盟部分议员也将会把精力着重于竞争职位 最终体制化的影子内阁 即便西蒙下野后还能问政 黄敬发也提议 设立跨党派国会专责委员会 针对28个部门 各自临选代表朝野的委员会政府主席 让政治遗珠有施展拳脚的平台 走访民间 传召政府官员 加强政府部门运作 但是为什么需要花这样的钱呢 第一 你要首先安置在野党 确保他们因为有份当家而不闹事 当他不当家而闹事的时候 我们在政治稳定不稳定 因为政治不稳定 因为外资缺步等等上损失呢 是今天给这些影子部长的千百倍 黄敬发建议 政府向委员会和影子内阁成员支付薪水 以协助推动涵盖朝野阵营的体制改革 数额详情有待商榷 而这些开销不应该被视为支出 而是缓解朝野冲突 确保政治稳定发展的长期投资 巴托公坚陈维任 乱达正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